也因為禽流感現在雞 鴨 鵝 肉 還有蛋類 很多人都不敢吃了 而教育部就建議說 只要是疫區生產的禽肉還有蛋類 學校的營養午餐都應該要禁止進貨 但是這個建議並不會強制執行 所以讓部分的家長很擔心 一口口吃下營養午餐 學生把滷蛋吃進嘴裡 但全國禽流感疫情拉緊爆 這雞肉 雞蛋 還能吃嗎 學校在有疑慮的情況之下 有公布了我們當然就不建議了 這段時間暫停 先不要用它的禽肉跟肉餅 蛋品 教育部建議學校別使用疫區的禽肉和蛋類 但只是建議而非禁用 這樣夠嗎 我們有可能會吃到疫區的蛋 對不對 有可能 但是我們在還沒有發布消息之前 就是說確定我們蛋是沒問題的話 我們會繼續使用 能夠不要用到疫區的蛋 當然就是整個要做禁止的動作 你送給我我都還不見得會想要用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疫區的定義為和政府沒有明確公布 學校也只能自我把關 把蛋跟肉煮到全熟再給學生吃 就是擔心禽流感疫情再擴大全國風景神經 像這樣買飼料餵鳥 台北市即日起要開罰 先勸導若不聽最高罰6000元 膽佔薪金的還有香港 去年1到11月曾經從台灣進口600萬個禽蛋 即日起全面禁止台灣禽蛋進口 面對嚴重的禽流感疫情 不分國內外都繃緊神經 就是擔心疫情失控影響人類健康 右天TV菜品由李宗憲 台北報導